近日狼平出现在一甲联赛的消息,球迷们都看到了,不过狼平与朱婷两人相聚还只是其中之一,身为世界级教练的体狼头有望下赛季,只叫一甲豪门蓝米,有媒体爆料朱婷与斯坎迪奇的续约已经完成,那同样在意大利联赛的狼,朱二人,将隔网而立,由师徒变为对手。 职业球员与教练的选择,就是这么神奇,实际上狼平去意大利观看朱婷的比赛,就算两个人关系再好,也没有必要连看三场。 狼导威严坐在观众席上,看两支球队的发挥,他犀利的眼神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,指点江山的狼平了。 狼导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不会再出山执教,这里指的是执教国家队,他不想像当年执教美国队那样,与中国女排在主场作战,特别是眼下的蔡家军,基本上都是狼导重掌女排时的替补。 狼平是一清二楚,以狼平在世界排谈的资格,他如果执教前六水平的一支强队,那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冲击奖牌将是十分困难了。 2008年北京奥运会,狼平就率队美国女排,在主场击败了陈中和的黄金一代,狼导此次去意大利不光与朱婷接触,还有排球经纪人, 米兰主帅加斯帕里下赛季被瓦来弗利亚女排挖角,作为一甲联赛的亚军球队主教练空缺,而狼平又现场观看了三场米兰的比赛,执教中国女排压力山大,但是作为职业教练,去意大利执教一个俱乐部的话,这对狼平来说轻车熟路。 下个赛季汤普森与埃格努互换,也就是说狼平将成为埃格努的主教练,球迷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,狼平与朱婷会成为对手,狼平有一天会执教埃格努,然而这两个事实将于下个赛季的一甲联赛上演。 令人值得庆幸的是,贺博茨有望加盟斯坎迪奇,朱婷下个赛季或许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了。 至于朱婷为什么不随恩师狼平转投米兰,应该是斯坎迪奇为了挽留朱婷,给出的薪酬更高。 狼平也无法去斯坎迪奇继续指教朱婷,因为斯坎迪奇与他们的主教练巴胖续约了,有球迷也认为,狼岛既然已经选择出山了,那什么不帮一下中国队。 在巴黎之前,再执教一次中国女排呢,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。 蔡比与排协的合同应该是到巴黎奥运会之后,狼平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插手进来。 另外狼岛2013年后执教女排,为中国队拿下一个奥运会冠军,两个世界杯冠军,世锦赛也拿到亚军和继军。 东京奥运会小组出局之后,排协借张燃的文章来公平指责狼平,还发表声明不代表自己的观点。 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,已经伤透了狼岛的心,执教中国女排她是不会回来了。 实际上蔡斌对自己执教的这支新军,非常有信心。 2022年世锦赛,世界联赛中国女排都是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。 蔡斌对这个成绩非常满意,而且她还指出这是核心球员,还没有回归的前提下。 也就是说蔡斌当时认为朱婷、张长宁回归的话,那世锦赛她可以率队夺牌了。 不过现在朱婷、张长宁是否回归仍然是个未知数。 不论如何蔡斌带领中国女排打完巴黎奥运会,这个局面是无法更改的了。 唯一的变数是今年亚运会蔡斌率队,把日本、泰国、韩国再输一个变。 亚运会自己提出来的目标夺冠,这个都不能完成的话,那蔡斌确实要下课了。